辽宁男男主教练杨明 上赛季从郭世强手中接手辽宁男男后 被受争议 争议的焦点在于他的临场指挥 也在于他对于年轻球员的包容 临场指挥方面 他受争议是正常的 毕竟他是从球员直接转为教练的 没有什么经验 对年轻球员的不包容 当然是指他对朱镕镇和吴昌泽的态度 这两人在场上一犯错误 他就在场边大吼大叫 着实让人不舒服 然而 他对郭艾伦头脑发热泛混 挑战裁判等一系列不冷静的行为 虽然心中不满 但不敢说一句批评的话 唯一一词实在忍无可忍实 就说了一句 怎么还跟小孩子似的 等等 昨晚 辽宁男男对阵广东男男 这是新年的第一战 也是CBA总决赛的预演 辽宁男男所表现的战斗力 着实惊艳 杨明对于比赛的掌控 也很好 要知道 现在辽宁男男教练组 战术大师马丁内斯已经离开了 讲兴权老爷子 也因为身体原因 没有随队前去长春赛区 吴乃群虽然也是元老级的教练 但他是单向助理教练 不参与球队比赛时的指挥 所以 现在就是杨明真正的独挑大梁 在比赛中 杨明对于球员的失误 没有表现出像以前那样的暴跳如雷 也不再在场边大喊大叫 反而是球员有了精彩的表现时 他在场边不是鼓掌 就是竖大拇指 让人印象深刻的是 他多次给吴昌泽鼓掌竖竖大拇指 而第三节发现郭艾伦泛混时 果断将其换下 让赵继尾上 这是全场比赛最大的亮点 也得到了众多球迷的点赞 在赛后 杨明对比赛进行总结时 更是谦虚的说 这不是广东南南的水平 也告诫自己的球员 不要以为大比分胜了广东南南 就觉得自己了不起 如果赵瑞等球员在 比分不会是这样的 等等 应该说 没有马丁内斯和蒋星泉在身边助阵的杨明 独挑大梁大比分战胜广东南南 整体的表现 都是相当不错的 对此 球迷也评价说 对于杨明 已经从不喜欢 开始喜欢了 照这样下去 他不但越来越成熟 保持住这样的心态和清醒 最终夺得总冠军 是可能的 谢谢大家 看来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